而這起火警總共造成十名員工失去了生命跡象 其中有七人不治 其中當中有九個人在火警 當下是在四樓的冷藏庫裡面被發現 那麼根據瞭解 其實受困的工人大多都是逃至冷房來躲避農煙 九名躲進冷藏庫的員工被發現的時候 都已經成了這個Oka的一個狀況 光其中一間冷藏庫就躲了八個人 由於這個冷藏庫外面是聽不到呼救聲的 因此消防人員是花了好大一段時間 最後才在冷藏庫內找到了九名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的員工 緊急的送往醫院來搶救 消防人員就說 其實這個冷藏庫 應該是相對比較安全的位置 但沒有想到 因為是農業往上竄的關係 整個農業是從這個縫隙當中 都竄進了這個冷藏庫裡面 因此造成避難無效 另外一開始跟廠方來確認 受困員工位置的時候 其實這個廠方疑似是提供錯誤訊息的 是不是有因此延誤救援時間 警消後續都要再釐清 死者同事醫院急診室哭斷腸 怎麼也想不到好好一個人去上班 竟然遇上火警死結 工廠內部斷電到處被濃煙燻的一片漆黑 還看得到有煙霧滯流在走道 根據了解火警當時廠內共有22名員工 分別在起火點的二樓調理區有7人 死傷最嚴重的四樓包裝區有15人 根據瞭解他們全躲進進料品質管控冷藏庫 沒想到濃煙灌進去導致有8人救出時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一顆顆三角飯糰通過層層把關 才能送到便利商店起火的蓮華食品 彰化鮮食廠2002年成立替超商生產 各類鮮食廠區幾乎24小時運作 清晨火警造成死傷誰也想不到 記者林一峰彰化報導 中文字幕志全溫